不识和随喜功德之间的关系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领略佛说四十二章经中第十章的内容 看佛祖是怎么看待你行不识之功识 别人随喜赞叹 会不会削弱你的不识功德这个问题的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在碰到类似的事情之时 心里好友个数 不至于被别人的语言所蒙蔽 毕竟佛祖作为大智慧之人 看问题比我们要透彻得多 佛言 赌人师道 输之欢喜 得福甚大 沙门问约 此福近乎 佛言 辟如一句之火 数千百人 各以聚来分曲 殊识除名 此句如过 福亦随之 佛祖告诉我们说 如果看见有人在做合乎佛道教义的事情 无论是行不识之道还是别的什么好事 我们如果自己有能力帮忙之时 就应该尽心尽力地去给予他人力所能及的帮助 如果别人所做的事情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 那我们就应该在精神上去给予他人支持 那我们一样可以获得别人不识所带来的功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随喜赞叹了别人的不识之道 心生欢喜 所以可以在别人的不识之道中得到功德 这个就是《华言经》中普贤菩萨十大院里面的其中一个随喜功德 那么问题来了 你在行不识之道等如法之事时是有功德的 但是如果别人也随喜赞叹你的功德 会不会削弱你的不识功德呢 在我们常人的想法里 一分为二为三甚至更多 肯定是会越分越少的 所不识的功德被削弱似乎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才有一个和尚听后问佛说 此福近乎 作不失的这些功德与福报 会不会因此而被人家分光了呢 针对这个问题 佛祖以一个辟语为我们生动 形象的解答说 就像有人手里拿了一个火炬 而另外有千百万等其他的人 套着火炬上来萤火取回家去 用来熟食除名 不管是煮熟食物 还是用来照明去除黑暗 都是可以的 但是 被引火的这一个火炬呢 还是照常存在 并不会因为别人引了火而减少 损失了自己的光明丝毫 只会因为火光的增多 而让世人更加觉得光明与温乐 那些行不识之道的人 所获得的功德与福德 也是如火炬一样的道理 它的功德并不会因为我们的随喜赞叹 而有所损失 相反 只会因为随喜赞叹的人多 而使这个世界更加的美好 因为大家如法修行 如法生活 都有一颗相善之心 自然也就日胜一日 以清静之心 来行不失之道等法 其所获得的功德本意不可思量 但是如果怕别人的随喜 而分走了你的功德或福德 那可能你最终所获得的功德会非常小 因为你有分别之心 有人我知别 所以是有相之心 如果发无上菩提之心的人 就绝对不会怕别人分走自己的功德 所以你的心量越大 你的不失之道的功德自然也就会越大 而这 大概才是佛祖所说的真正的智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